转眼已经13年了,小编从2007年入坑到现在,陪他们整整11年。 或许很多心犯感受不到前期他们走得多么困难,但希望大家能看到这段文字,了解到他们13年13个人一路走来有笑有泪的人生历程。 因为篇幅有限指说组合发展的大事件,希望大家补充执政。 Super Junior本来定位未限定组合,继成员会根据组合的发展需要会有调整,很多粉丝说他们是选拔东方神企剩下的成员。 虽然没有官方回应,但SJ的出道时候的确不是公司力捧的,出道前不久也经历过多次成员调整,似乎是抱着先试试再说的态度推出的。 但是Super Junior是第一支人数超过10的偶像组合,也是第一支组合中有中国成员的韩国组合。 2006年5月27日,曹归贤加入Super Junior归贤成为第13个加入组合的成员,只度过了半年练习生时期就出道的归贤初加入的时候粉丝并不接受,不过归贤凭着帅气的外貌和深沉的嗓音,渐渐被成员和粉丝喜欢。 因为队长力特说歌迷对他们来说是Everlasting Friends。 6月2日,Super Junior官方歌迷会ALF的名称公开发表。 6月17日,发行单区,U,34,6月25日,Super Junior凭借单区,U,首次获得韩国SBS电视台音乐节目,人气歌谣,冠军,是第一次大榜一位,成员们相拥而替的现场也是经典画面。 随后,U,连续三周获得该音乐节目第一位,8月8日凌晨3点东海父亲去世,成为粉丝和年仅20岁的东海心中永远的遗憾。 8月10日正在参加《彩虹罗曼》时,录制的京西车不顾经纪人反对,去牧谱参加东海父亲的葬礼,凌晨返回时发生车祸,12处负伤并大腿骨折。 8月21日,KBS电台节目,Super Junior Kiss the Radio,开播,由利特,银鹤担任DJ。 铁打的Radio,流水的SJ,Kiss the Radio是陪伴了成员和粉丝很多年的电台,成员之间很多爆料都是出自于此。 而且其他成员都来当过代班DJ。是SJ标志性的电台节目。 11月5日,Super Junior第一个子组合Super Junior,KRY在韩国出道,由一生、力蓄和归贤组成。 是我们的主唱Line。 4月18日,SJ成员再次遭受车祸,成员李特、恩赫、神童和魁贤及两名经纪人在结束广播节目Kiss the Radio后遭遇特大车祸。 SJ车祸中魁贤伤势最重,一度出现危险情况。 SM对外宣布,取消SJ、T的一切活动。 9月20日,Super Junior正式二集,Don't Don't,发行。 龟贤在休养不到半年的情况下参加了专辑制作。 9月21日,Super Junior 稍后, 感谢观看